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学习中他吸收了西方教育理念 毕业之后不仅活跃在多伦多的表演舞台上 大提琴的教学工作也是搞得有声有色 热情洋溢的门德尔松奏民曲 华丽激昂的匈牙利狂想曲 大提琴家十月的步凡演奏 引领着观众在音乐的世界里遨游 十月五岁就开始学习钢琴和大提琴 后就读天津音乐学院 获得大提琴硕士学位 并被留校任教十余年 移民加拉大后 十月又在多伦多大学 跟随著名大提琴家 Shana Rolston学习深造 因为我始终是在中国接受教育 那大提琴呢 实际上它又是完全 实际上是从 是西洋乐 在这边呢 就又开始上学 然后相当于是跟当地的这个 Academic Circle Get Connected 所以就 然后呢 后来就是说事实证明 这两年学习的经历 我觉得其实真的是 对我来说是非常好 非常有帮助的 首先从课程的设置呢 它非常灵活 那就是说不光是说跟你 就是说学习 你觉得你去上学是学习 其实不是 像我们有很多的演出任务 你去一个community 你自己组织concert 所以它完全不是说 你局限在学校 把学生变成一个主体 就是说你 然后最大限度的 让你在你的这个领域里面 去就是说 不光是学 其实呢 你也是在 已经开始进入世界 对 多伦多大学音乐系 实力雄厚 吸引了众多国际级大师前来 给他的深深学子们 提供了蓝能可贵的学习机会 十月得到大师们真传 艺术修为更上一层楼 每周呢 会有一个master class master class呢 是说大家在一起 就是说有轮次的 大家一次上台演奏 最主要的是呢 他的teacher 他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guest teacher 那我在这两年当中四个学期 那我就是说 有来自于加拿大的 北美的 欧洲的 就是世界各地的 这些在我们的 就是说professional的 这个非常有声望的 演奏家也好 或者是教育家也好 本地的和国外的 这样子的话呢 你一下子眼界就打开了 会接受很多不同的information 因为每一个老师的 他的特点都不一样 十月的杰出演奏水平 被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相中 成为中心特约演奏家 他经常活跃在本地的表演舞台上 今年夏天 十月首次举办独奏音乐会 这是他移民加拿大后 演奏事业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他职业生涯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转折点 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是这个 从小就上台演出 各种各样场合的音乐会 参加的已经就是 不计其数 也不管是独奏的 还是与人合作的 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拉琴 所以在这个音乐会之前 我的概念中 开音乐会很简单 就是我练琴了 跟piano rehearsal 然后就上台 那么这个演出 开始一切都要我自己去做 比如说推广这个音乐会 detail到你去设计你的海报 去印票 detail到这个 就是说你包括 就是方方面面的 以前从来都没有涉及到的 因为你现在等于是走向市场了 你第一次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和challenge 但是我觉得我的收获也很大 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然后自己做了 第一次以后 你大概有一个概念说 这个事情要这样子来做 在多伦多大学学成毕业 十月获得了第二个音乐硕士学位 在加拿大重拾教学工作 他在中国积累的丰富教学经验 加上在本地吸收的西方教育理念 很快帮助他打开学生市场 教大提琴不仅仅是十月谋生的职业 也是一个让他非常享受的过程 在这边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然后学生需要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说你 对你去怎么引导他 像这边的学校的课程设置 就是说我指的是小学和中学 也不一样嘛 他们到九年级以后 很多学校就已经有orchestra 各种这些你大概就 你熟悉了这个以后 你会就是说更加能够 因地事宜的那种 我在中国教的都是professional的学生 在这边教的其实都是属于 就是小孩子 然后作为一种素质教育 他学这个他就真的很喜欢 然后他有机会去参加乐队 把他学的这个东西 在舞台上去展示出来 你不一定说像我们搞专业 但是这个音乐 已经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给你带来很开心的这种东西 去享受它 我就觉得非常好 和大提琴相处三十余年 十月的学业里 都流淌着大提琴的韵律 他热爱大提琴 热爱音乐 也希望更多的人 能从音乐中得到快乐 一路走到现在 我就有的时候会想 真的你suppose一下 假设一下 如果我现在就没有它 让这个大提琴和音乐 从我的生命当中从此就 对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是一个不能想象的 就是我连想都觉得 没办法想象 因为它就是已经完全就融入到你的生命中来了 我在中国呢 就是培养一些专业的 这个演奏的和 包括他们以后 有的是大学毕丽业 也会去走到教学岗位 那就是那样子的一种 全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 对 那这边呢 就是说 你会看到说 你整个为 为整个社会的 在音乐方面 以至于具体到我的专业方面的这个推广 再做一些努力 然后你看到这个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开心 对 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十月曾经一度期待到大提琴之外的天地里去全新的活一次 但最终还是因为不能舍弃而留在了大提琴的世界里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走过了一条全新的大提琴之路 看到华人艺术家们能在加拿大坚持自己的艺术梦想 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奋的事情 希望我们的观众能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掌声 好了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回来之后呢 请记得收看同样精彩的两个新风采的故事 等会儿见